来关注双北市的疫情 新北市在星期天新增了两例 是一对夫妻 其中太太还是幼儿园的老师 打了一剂莫德纳疫苗之后还是染疫 而这一家幼儿园也会停业14天 42名的幼儿以及10名的教职人员 通通居家隔离裁检 来降低传染的风险 而台北市虽然没有本土案例增加 不过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在脸书上po文 说台北市之前有一例境外回国的民众 在解隔离之后呢 中央才通知台北市 他染上的是Delta病毒 于是赶快又照回来裁检 这名确认者之前和家人相处了三天了 还好目前他的家人裁检结果都是阴性的 新北市这家幼儿园园从4号开始停课 因为有一对夫妻染疫 新北市5号公布其中7子 已经接种过第一剂莫德纳疫苗满14天 目前感染源尚待厘清 不过这对夫妻接触者高达50人 妻子更是幼儿园老师 让新北市长霍友宜很紧张 扩大匡内裁检隔离以外 学校全员都停课 所以幼儿园的停课 从9月4号到9月17号停课14天 而济世案中 新北有36名接触者 目前PCR都是阴性 霍友宜也呼吁市民如果有一律 就出门筛检要让社区风险降到最低 但临近台北市 社区风险却有升高疑虑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在脸书写下工作日记 爆料之前一桩本土个案 因为指挥中心改判为境外一路 在解隔离进入社区之后 才知道是Delta病毒 紧急召回发现这个案例 是阳性确诊 黄珊珊说的就是8月11号 从阿鲁巴返台的案15944 8月20号的时候验出来的CP值是2、16 就好像在9号的时候 让他解隔离 过了两天之后 才发现就是有定序出来 他是Delta病毒 所以有再招回来 所以目前还在住院解隔离当中 来到社区大概三天 有三天的接触家人的时间 所以我们把家人 方面之外 再把家人的接触者研发 第一圈是阴性 第二圈目前我们要在等时间 然后再做裁剪 而在中部也有一例境外移入 在7月英国返台后裁剪阳性 不过直到8月才完成定序 确定是感染Delta病毒 指挥中心未来将会把境外移入 都比照Delta隔离方式处理 要确保病毒不会再巧巧进入社区 华世新闻 王源者黄昭胜 台北新闻报道